What's more? Come on, you mean more! 莫名其妙的程度可以与画质的精美程度相媲美 且听豹将军慢慢说来 这刚打开的时候,豹将军就有点懵逼 分不清至于穿越到了维子仇杀队片场 还是维子仇杀队集体穿越到了一家电影院 我们的男主角被蒙面绑在一张椅子上 还没等豹将军听清楚这台词都是怎么回事就开打了 结果他就挨了枪子并且穿越到了民国 作为正义的特工男主 这一穿越就到了一个极其刺激的详宴场面 哎呀,这看上去是一场旷世骇族的师生之恋呢 这说话间呢,一个3F团员就扑过来 咬死了这堆公然在图书馆休恩爱的青年男女 哎呀,这用血淋淋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休恩爱真的死得快啊 这男主出门一看呢,就是没看皇帝 落地就是凶杀现场 这就被突然赶来的女主给误会了 他们什么来头呢,这说出来吓死你 起扇门,整个组织由女主和小跟班组成的 这说实实那是快啊 面谈独军就上线了 这就是残名啊 他说话几乎不需要动嘴 也不喜欢看人呢 两边都想抓男主啊 男主一看不对劲啊 被当成吸血鬼了 就慌忙夺创而出啊 然后呢,就在大街上被女主制服了 我说你这身为特工是不是腿弱了点啊 画面一转呢 就有个红衣女躺在地上扭动身影 然后一个裸男就开始 这不说了 刚才跟同事们解释了好一通也没人听 现在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是这样的 这男主被吊在屋里啊 但是女主却发现他不是他们找的吸血鬼 却意外的发现呢 男主原来是他们骑扇门几百年不遇的降魔使者 于是呢 这女主就以送男主回21世纪为条件 请男主帮忙捕杀吸血鬼 三人呢 就这样组成了捉拿吸血鬼小分队 这小分队运气爆棚啊 当晚出街就遇到了吸血鬼作案 男主身上背的千玺剑 那是闪闪发光啊 这时我猛然想起了 幻城里边英空是拿到尸神剑的画面 感觉男主真是要发大招了呀 这结果呢 却只见女主跟博一直跟吸血鬼对打 男主则闪闪来迟 这时女主都忍不住怒了 你刚才撕哪儿去了 这男主是气喘吁吁 我当然撕忙子看包尿军小死品去了 这这包尿军吃品虽然好看 但也要注意观看场合呀 话说有一把军刀 小分队开始怀疑都军府 他们决定从女学生频频遇害的 食饭学院查起 这小跟班博啊 莫名其妙的就男扮女装 跟女主一起出现在教师 这男主就莫名其妙的扮成了老师 再更莫名其妙的是 他们一下子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而且看起来毫不在意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为什么非要敲装呢 面谈独军呢 轻而易举设计下了小分队 把他们关起来 这包尿军不由得感叹呢 这仨人智商着实让人着急 编剧这会儿呢 正好请隔壁老王初山来救他们 这王部长是前独军 而他救他们是为了请他们 保护他女儿离开白城 在小分队的盘查之下 吸血鬼事件的源头浮出水面了 那豹尿军呢 为你来捋一捋 私情是这样的 这冰雪与残名啊 是一对千年吸血鬼情人 三年前王部长为了私利 炸开他们奇蹊的古墓 让冰雪受了重伤 这于是呢 残名就开始复仇啊 并且利用三年的时间 收集36个少女的血好 让冰雪起死回生啊 才有了师范学院的那些惨案 但是这豹尿军看的是莫名其妙啊 这残名不知道 怎么当成白城的杜军的 这王部长呢 竟然眼见白城 死了这么多女学生 为什么还让女儿在这读书呢 直到三年后 才想请秦善门的人 护送她离开 还有这女吸血鬼呢 这一边说着 可是我不需要你这么做 一边去放人残名 杀害这么多无辜少女 在后边发生了点啥呢 这小分队继续查案 女学生死的越来越多 王部长被弄成了行尸走肉 哎呀 这记忆操群的烟熏装啊 连王部长的女儿 都被坏人抓走了 但是连古墓的影子 都还没摸到 就在这种情况下 女主角却让男主回到现代去 当然呢 这男主是不可能就这么走的 趁着月圆之夜 他们又去调查吸血鬼了 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 作为正义的化身 降我的使者 这男主留下来 也没有什么卵用 这不该死的人都死了 他爱的人也被咬了 这电影就这样收场了 这是不是真的呀 太失败了 不过呢 这千年吸血鬼王残名 也是很值得吐槽啊 竟然和小分队一阵嘴炮 然后就这样挂掉了 这除了啊 嗓子比豹尿君帅气那么一点 面谈高冷一点 这还喜欢和不下玩 主人嗷努力的小游戏呀 过来 主人 来做一个大宝剑 从此 再也没有任何人 能测出你的身前 谢谢主人 刚真的 这看完后 豹尿君的心情 是久久不能平复 男主这别致的八字尾 倒像是戳在我心上 女主清凉的民国造情 也是令人大开眼界 还有吸血鬼王族 为爱癫狂 虐恋情神 这逻辑上 虽说是弱了点 看颜值场景 这票价也是值了 最后我们还是老规矩 喜欢就转发 说啥玩意都没用 转发最多的省50 喜欢就扫我 我们下期见